5 字幕志愿者 knc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崑仙科技大学企业管理系老师 核重光 今天我们也是借着上网路行家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就是讲述有关一些成功案例 让同学去了解说 为什么这个网络行销对整个一个网络的一个销售的市场 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然后今天我们大概给同学有一些例子 然后让你去从我们上星期所讲的这些策略上 可以有做一些这个一些一些介绍 然后让你去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策略是这么的重要 对一家成功经营这个电商的一家 他是怎么来运作的 好那这个大概举的例子大概都是一些同学 大概是耳熟能详一些国际性的一些知名的一些一些网站 所以可能同学有一些我们台湾的一些比较 比较国内的一些品牌 这个我们大概在接下来其他章节也都会介绍到 所以给同学有一些一些初步的一些认识 为什么这个网络行销在整个网络购物 或者是网络经营上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大概今天会介绍的到这个亚马逊书局 亚马逊书局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 他是最早在网络上经营这个网络书店 因为那个网络网络最早在网络上有销售的一个活动的 应该就是由美国开始 他美国最早就是从雅虎 雅虎他从所所开始 开始有这个电子电子商务的这个网络平台的经营 然后接下来可能有亚马逊看到这个 这个网络的一个一个商机 他就第一个来网络上开网络书店 所以才会今天陆陆续续的有很多品牌出来 所以这都是一个那时候是很特别的一个策略 然后第二个就是阿里巴巴集团 这个大概同学应该都知道有一个品牌叫淘宝网 他是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 淘宝网他现在已经取代了这个雅虎这个一个商店的一个地位 像台湾的话你会发觉说销售销售量 还有他的一个交易量最大的就是淘宝网 那以前这个淘宝网还没进到台湾来的时候 第一个还都是第一名都是这个雅虎的这个拍卖网的这个销这个平台 所以说你会发觉说阿里巴巴他的这些品牌 电商品牌就是做得非常好 现在阿里巴巴也到美国 纽约有挂牌 他还在美国上市 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国际性的公司 所以这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 这待会我们也会介绍 然后有接下来也有一些网络证券 因为现在很多的业者他发觉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使用者都是在网络上活动 所以变成说也要提供有有关店这个网络网络的一些 一些功能让使用者来使用好 好第四个就是eBay eBay这个大家的同学应该不陌生 比如说你有在网络买这种二手商品 或者是这种其他的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新的也有旧的也有 那这种他的交易的模式 跟一般的网络商店就不太一样 就像交易模式都是就是会有一个买家跟卖家 买家你可能在卖家可能你会看到说 他有他的价钱是多少 然后有一个截标的日期 所以就跟一般的这种网络商店就不太 网络商店他他都是一个售价 他没有这种起标价 所以这个C2C 这我们前面有讲过 C2C这个这个影音模式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式 最早就是eBay或者是雅虎二手拍卖 他们最早起来 所以现在台湾大概eBay 可能因为主要就是这个eBay在台湾 其实他进来台湾一直营运都不好 所以说前几年他就把他 这个一家eBay他就退出台湾市场 不过他他也没有完全退出台湾市场 他就是跟这个PC Home去合开的那个露天拍卖网 所以说现在台湾大概就露天 还有新加坡的这个 这品牌叫蝦皮 可是蝦皮的影音模式跟这一些不太一样 蝦皮他是主要就是让 专攻这种行动行动商务 就是他可能要透过这个APP下载 然后你在在竞标他的这个产品的时候 都是透过这个手机 就是直接用APP的方式来来来来 来营运 所以他的一个方向是一样的 都是做稀土稀 可是消费者使用的工具是不太好 像露天或雅虎大概还是可以使用 那个一般的电脑 不过现在很多厂商他也开发了APP 直接让你在你的行动 行动装置上使用 像平板电脑啊智慧型手机都可以使用 好 接下来就是会介绍到PC Home PC Home他是最早在台湾在网路上面 卖专卖专专门卖这种3C商品 各位同学你看到的PC Home 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说他 他就是主要就是以卖电脑产品为主 不过 另外现在这种购物平台 就是变成消费者进来都是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你会发觉说 现在像PC Home 你如果同学有进到他的网站 你会发觉说好像也不是只单纯卖 3C商品他什么都卖 即使就是另外一个雅虎的购物商店 所以都变成说他名字在 可是就是这个他卖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电脑商品 好接下来就是戴尔电脑 戴尔电脑他也是蛮特别的 他是第一家在网路上让消费者去自己去 组装就自己在网路上下订单 他没有门市 他直接就是接受这个消费者在网路上下订单 然后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接受 消费者去制定自己 自己的电脑 比如说你今天买的电脑 你要RAM多大 还有你的硬碟要 那个储存空间要多大 或者是你的光碟机的速度 还有你的 比如说荧幕的尺寸要多大 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 当然也是要他他能够就是有他的规格里面 所以当然就是让你有多重的选择性 这个就跟现在我们在讲这种这种消费者时代一样 就是消费者他喜欢买到个人化 自己有觉得有有这个就是自己能够用的这些产品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戴尔电脑的时候是蛮特别的 所以当然现在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特别 因为现在大概都是很多厂商 都是接受这种消费者不同的一个需求 他可以帮他做量身做客制化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Sysco 他这个是网路设备 网路设备厂商 然后还有V2C这种音乐浏览器 就是像那个什么 那个有一些现在在网路上 你可以可以下载音乐MP3 或者iTunes这种这种这种大概都是 你会发觉现在很多的这种多媒体 唱片业者他已经做一些转型 因为以前没有网路的时候很多这种 这种媒体多媒体 所以说只是音乐 音乐制作公司都是会出这种CG跟DVD的片子 可是最近这样发展下来反而 这些片子反而就是越来越少消费者去购买 大家都是在网路上下载或网路上收听 所以说他们的策略就也是跟着变 就变成说现在很多都是提供 这个消费者在网路上 你你就是加入会员 然后你可以下载那个MP3或者是影片 然后直接线上购买 所以对消费者就不用再买这个 这个碟片也是很占空间 然后也也成本也高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人力银行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同学你以后要打工啊 或者是实习啊 或者是你就业 很多公司他都要求说 那个女力表一定要在这种网路上 就是比如说104啊 或者11很多 这样的人力很非常多 他要求就是在网路上 要把你的资料放在上面 然后你有兴趣在把你的资料在 发给这一家公司 就直接用用这种我们说的电子化 就比较没有像以前传统说 你还要写履历直接印出来 或者是这种用手写的 或者是说你印出来 有一个纸本的文件 渐渐的都有些公司 他因为他的应征的数量非常多 然后你提供的资料 可能书面的可能不是那么的齐全 因为有时候现在有些这种 有些人他会制作这种数位式的履历 或者是有他的作品 所以说很多都是 渐渐的在走向这种网路 好这个大概是我们刚所讲的 亚马逊书店 亚马逊书店的老板就是 这个Belos 这大概现在他也是一个 新闻常常会看到 他因为他创了这个亚马逊书店之后 他有很多创新的一些做法 他比如说他 他不只是经营这网路 网路书店他甚至也有 经营很多的产业 比如说像各位同学你用的这个 这种什么电子书啊或者是 甚至他也有出智慧型手机 然后平板电脑 或者是现在甚至他也有 也开了一家公司 专门就是在 这个往太空 这种火箭的一些 一个方向来发展 或者是 前几年他有 现在已经在营运了 就是由这种无人的直升机来送书本 这可能 之后有时间我再给同学看那个影片 就是说他因为他发觉说现在这种 无人载具现在开始在发展 因为很多像这种 很多这种比如说市区里面交通环莽 有可能你如果今天有这种 他的公司的送货的车子 有可能就塞在路上 塞车造成这个消费者 收到货的时间就delay掉了 所以说他发觉说不然我就用这种无人的直升机 在空中来送书 这样变得说这个效率会更好 当然也会更节省成本 为什么因为一台车出去 有可能 塞车然后可能运送书时间变慢 那当然就耗费这个 这个燃料 当然对地球也是不好 这个是污染 好所以这个亚马逊网路书店他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经营模式 然后去年他在加州也开了一家他的实体的门市 所以这个也是打破很多这种 很多人的眼镜 很多人的眼镜 为什么 因为亚马逊网店他 他炒创的时候他就是标榜 就是他是一家虚拟的网路书店 他经营网路他不经营实体的店面 然后去年他在加州开了第一家门市 可是他的一个门市的经营 他跟一般的 宿店就不太一样他只卖畅销书 然后 然后你到他店里要买书的时候是不能 不能 不能 不能比如说你是不能刷卡 或者是不能 他只接受这个你是亚马逊的会员 然后你在你的会员里面要除职 然后直接扣款 所以这都是我 然后为什么他这样做 就是说他要去经营这个社群 然后就是从这个他的亚马逊里面的读者 变成会员 然后他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收集这个消费者的资料 所以当然就是说有别于一般的书店 他可能 例如说书店里面可能什么都卖 那当然这个就是他有一个他就是卖畅销书 就是比如说他的卖 这个排行榜里面的他其他就不卖 所以就变成说他有他自己经营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这个策略是 看那个新闻来讲好像非常成功 就是说大家也很容易找到喜欢的书籍 就因为畅销书 所以说就没有就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他的一个一个排序 排列书籍的方式也蛮特别 就是他可能 从这个比如说他畅销书 他就排在最高的地方 就书架 然后就是有这种排列的方式 也跟一般的传统书店就不太一样 好所以他有一些成功因素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的公司的策略 比如说你一家公司 你的成功一定有你的优势 这个都是要分析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去做这种 这就是我们讲的SWOT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其实你对你本身自己 或怎么跟竞争对手比较 这个都不了解 这样当然对你本身来讲的话 你就不晓得 这个未来如果你有一些策略的时候 就是不晓得怎么来做 因为你根本对自己都不了解 所以亚马逊成功 他大概有归类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 他有 因为一般的这种传统书店 他的问题性就是说 他不可能去库存所有的书籍 然后他的一个成本也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你传统书店 你今天把书籍 这个有厂商订货 订进来之后 你就是一直放在书架 所以你变成说 你那个书如果没有卖出去的时候 就是要去担心说 你这本书是到底是 到时候是不是用促销的方式 所以就变成一个店里面的一个成本 那当然亚马逊他 今天有些书 他就是如果读者没有订的时候 他有些可能他就不帮 就是有些书籍他本身就有 有些畅销书 可能他本身已经就跟厂商订了 可是有些书籍可能 有些书籍就是说他本身没有库存 如果厂商有读者订了 销售者订了之后 他再跟厂商直接订货 然后有可能是厂商这个书 这个书局这个出版社 直接把书寄给消费者 或者是说亚马逊在 进到亚马逊书店的时候 在亚马逊再寄给这个消费者 所以这个都变成比较弹性化 然后亚马逊他也不会 需要维持高成本的一个营运 然后有一个就是说他 他的一个优势就是说他一天24小时 读者 消费者可以上网去订 这比一般传统书店更弹性 就是那时候 所以现在大概是很多他的优势 都被其他的网路书店所复制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时候他 付款的机制也非常方便 取货也非常 老师讲一个故事 因为老师在 在美国的时候有 有一次就是刚好 在有一次在亚马逊买的书籍 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 快进这个圣诞节 美国那个圣诞节 然后很多的这个 可能那时候就是刚好遇到这个美国 这个 航空的这个不景气 员工可能罢工 结果就是造成他的一个 运送的部分受到影响 那时候他就 因为我那时候 在圣诞节之前有订 订几本书 结果 书籍没有来 然后亚马逊主动通知 通知我说 你的你的包裹可能会delay 所以他就是说叫我 他们会送折价券 或者是一些优惠 然后可能晚几天 结果 我几天以后就收到了 几天也没多久就收到了 然后他就寄来折价券 会场优惠的一些 一些折扣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 要经营这个网路书店 又网路商店 你就要去了解说 消费者服务 还有你的 当你有一些问题性的时候 怎么主动来解决 这很重要 你要去 就是要以 消费者欢乐的购物经验为直至 然后这个写得非常好 所以你要去了解说 消费者的一个喜欢什么 他满不满意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他很成功的地方 比如说像现在应该是不是那么特别 他早期亚马逊他 他在经营他的网路书店的时候 他 他会去看说你这个消费者在 消费的在网路上订东西的时候 到底是订哪些项目的书籍或者是商品 然后下一次当这个消费者再回来 要 要买东西的时候 他会出现 之前消费者订的这些相关的周边的一些 有关的商品在上面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 因为每个消费者他有一些 可能有些人他特别是喜欢拿一些东西 他就变成说 亚马逊就想到说可以推荐他相关的商品 当然这个 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就是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推荐 你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搜寻 就比如说他你可能要找什么书 你可能就要用他的搜寻的功能去搜寻 那这样当然对 对消费者来讲会花很多时间 所以他如果有时候推荐 有时候我们就 降低降低要花很多时间的这个机会 所以可能就消费者就觉得说这个方式非常好 然后他从这个方式里面 这种 这种分析之后他也可以对每个消费者了解他 这个需要去 定什么书籍或者是出什么书籍 他就可以去分析说 你哪些书籍卖的会长好 哪些书籍卖的不好 那个卖的不好的书籍是不是 可以做一些改变 或者就是说他可以策略做调整 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策略联盟 比如说他跟一些物流业者 或者是这些这个都很重要 因为策略联盟他就可以 可以 比如说他在订哪些方案的时候他就可以 比如说他有策略联盟可能会有些部分他就会比较有优惠 这都是我们说的很重要 好 那这个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最知名的这个老板叫马云 他在大陆很出名 他也是一个在大陆的这个非常有钱的这个首富 所以他最早就是他也是 他是经营这个在中国大陆就是经营这个阿里巴巴是最早的一个电商平台 在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品牌 然后因为主要就是那时候雅虎到中国的时候 在阿里巴巴这个马云看到说为什么这个 中国人的市场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平台 所以他那时候就建立了这个阿里巴巴的这家公司 然后当然现在最知名的就是他的淘宝网 这个线上购物的这个这个网站 所以他这个公司已经非常庞大 他是一个很跨国性的很大的国际性公司 阿里巴巴他大概就是说他也是刚好是在电商在发展的时候他出来的 他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最早的 当然这个第一个是有他的优势 当然第一个出来的有优势 可是他的一个风险性也最大 所以说当然你要有创新 可是你就是要去思考说你这个创新是不是风险性大不大 这当然是就是要评估好 然后他是相信这个专业的人专业的人 就是说他就去找他的比如公司的营运 他就去找他的专家来当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他的部署 这很重要 就是一家公司在营运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找对的人 这很重要 好啊这个是美国的这个 一家证券商 他他第一个开 就让这个 买又买卖股票的这些消费者 他可以直接上来下来买股票 这也是一个这个因应这个网络的一个发展 因为这没办法 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教育都是在网络上进行 或者是像现在很流行这种虚拟货币 都是直接在网络上流通 他没有实体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钱币 他这是一个虚拟的货币 所以这都是他为什么要发展 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行动商务的发展之下 很多的这种交易很多都是无形化 但是可能就是有透过这种行动装置来做这个这个这个流通 当然这个网络买股票下订单 这个都是一个这个就是也是电子商务他发展之下的一些产物 当然这个都是这个策略啊什么 这都是一个变成说一个一个网络的发展之下 很多都是要比如说一家比如说网络 比如说网络商店他可能因为会员人数的增加 他可能就要注意他的一个硬体的设备 然后是不是使用者进来他他可以很容易的这个使用每一个功能 或者是他的一个资料是不是能够很快速的比如说登录的速度啊 这些都是厂商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有些网站他他可能时时在更新造成这个有时候就是变成说使用者进不来 这就是这个网络商店在营运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 你要让使用者 就比如24小时里面都可以来登录来使用 当然如果要资料要更新维修的时候可能就要事先跟使用者来告知 这都是很重要的 好另外一个就是eBay eBay这个 这个最早的如果同学应该没有看过这个广告就是 这个唐先生 这是以前eBay在进来台湾之前 因为eBay最早就是在美国 美国开始发展 美国因为美国他们一个地广人稀 所以你会发觉到美国为什么电子商务会 发展的这么好 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们的一个土地辽阔 所以买个东西可能不是像台湾这么方便 可能变成说很多这种 销售者他会选择上我来买东西 所以那时候eBay他就是 就是 就是说他的诉求就是我什么都卖 他就是这个二手的新的也有 他价钱也是比较便宜的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那时候进来台湾市场 因为亚洲的市场大概就是说大家都 比较不习惯这种 网路上在买卖二手商品 那时候就是从美国进来之后 然后那时候就是eBay就想了一个 一个促销的广告模式 他就是用一个故事性的行销 那时候就是电视上的广告 那时候网路广告还没有 就电视上广告 他就用这个这个唐先生的 他把他太太心爱的这个潘龙花瓶打破 那结果他就每天就是做苦工 因为他太太很不高兴 所以他帮他太太做家事 结果他是有一天 他就上网上了eBay的网站 就看到跟他打破的那个花瓶 是一模一样的花瓶 他就上网定了 那结果那个花瓶就来了 所以这个方式就是说 从这个广告的过程里面 让观众去了解说 原来在二手商店里面是可以买到 这个不错的商品 这都是我们说的 那时候进来台湾的之前 就是用透过这种方式来广告 所以就是变成说 现在其实就是消费者已经 已经习惯在网路上买卖东西 早期大概就是一段时间 让消费者知道说原来在网路上 可以有更方便的这一些 这一些这些交易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个大概在我们说 为什么这种稀土稀的一个模式 这个为什么有他存在的必要 因为主要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讲 他是有一个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消费的这个模式 因为他都是竞标 竞标就是消费者会感觉到蛮有趣的 因为你不晓得你的结标的价钱是多少 你可以透过这个竞标的过程 去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 这都是有一些购物的乐趣 他eBay大概就是说 他也有些成功的因素 所以说他最早就是用这种信用评比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 负评或者是正面评价 从这个评价里面 去掌控说这个卖家跟买家 有没有实际履行他的义货 买家有没有 这个 有没有说准时付钱 付款 然后卖家有没有准时来 把商品寄给消费者 然后有一个好的客户 所以这个评比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评比里面他这个 这个 就这个eBay 或者可以掌控说这个 这人是不是诚信的 从这个诚信里面 所以就变成说买家他可以从这个 诚信里面去了解 那个卖家是不是 可以去信任的 所以这都是一个 现在网路购物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变成说消费者在看说这个网路商店 他可以 他就从他的那个 消费者的这个评比里面去了解 好 另外一个就是PC Home 底下这个就是他现在的一个网页 这网页你会看到说 好像3C商品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 这个都是我们说的 这几年发展下来 变成说他其实什么都卖了 只是说他比较特别是说 他有推出这种 限时到货的服务 他比如24小时啊 甚至台北还有8小时到货服务 所以这都是我们说的 因为这种电子商务的影响 然后 因为有些消费者他可能现在订 他可能要积着要 然后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订购 当然这都是可以增加 这个 这个PC Home的业绩 所以他的物流业者的搭配就非常重要 然后主要PC Home 主要现在都这个 跟物流业者都有策略联盟 所以这就变成说 我们刚所讲的策略联盟底下 他也会提升这个网路商店的服务品质 所以他的优点 你大概可以同学就知道说 他把他的消费者做一些分类 就比如说他可能 看了说有些消费者他的购物 金额多少一个月里面他去分类 就比如说 这个一个月里面 金额多少的有几个消费者 他就是去做一些分类 然后从这个分类里面去找到 他的一个主要关键的一些族群 所以这都是我们之后会讲 就这个 比如说我们会讲一个80-20法则 什么叫80-20法则 这个同学知道吗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80 就是这家公司80%的收益 是来自这个20%的这个消费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公司就是要去找到这个20%的消费者在哪里 所以说为什么要客户群分类 然后当然 在20% 另外那80%不是不重要 就是那个20%是 公司的最大的一个客户 可能就是要去再去不一样的策略去经营 所以都是我们说的 为什么要做这个策略的分析 这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网络行销里面 在这个分析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所以有分析才会有做法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量商品 然后他会有一个时间点 这也是他 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方式 然后物管 用一个比较护款的机制 好的护款机制 比如说他提供什么 线上刷卡 或者是到店取货 或者是到超商取货 或者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方式 所以他有一些 他不错的点子 然后对有这个 这个刚刚老师有讲 但是第一个开放这个网络上 让消费者直接下订单 他不接受 没有门事 他没有办法在店里面直接购买 直接就是 消费者要买他的电脑的话 对有的电脑都是要上网来订 好 那时候没有 没有直接 你也是可以透过电话 没有网络 你也直接透过电话 现在都是 直接网络 因为网络上 你可以到他的 网站上 直接看到产品的内容 直接下订单 图片 所以非常清楚 所以他大概有他成功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 DALE 他就是直接透过网络 然后你 你的价钱直接秀在上面 你的这个电脑多少 直接就线上 线上订单 下订单 他有很多的这种服务 资源服务 都是透过线上来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思科 Sysco 这个大概就是因为他的 网络网络的设备一直发展 急速发展 像以前老师和同学讲说 我们那时候 网络大学的时候 在网络在上网 都是用电话 电话波接 那时候速率非常慢 不是像现在你都是这种 标速的 ADS的标速的一个 一个速度 所以这个很大取决 就是这个 网络 资讯科技的发展 这个硬体设备的 跟的创新 好所以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有一些例子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音乐 音乐也是 变成现在网络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市场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消费者 都会在网络上来听歌 看影片 啊当然这个也是一个 对厂商来音乐厂商很大的商机 所以像这个 台湾有一个 KKBOX这很知名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 加入会员 然后你可以去听歌 甚至你可以线上来购买歌曲 专辑 这都是我们说的 这个 这音乐媒体 业者他已经做一些转型 直接跟一些商店来合作 或者是甚至就是他自己 自己来经营 这变成说 我们之前所讲的智慧财产权 就变成说 你今天透过网路来传递你的 这个资讯的时候其实就是 也是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个就是104 就是我们刚所讲说 你那个要找工作啊 或者是这个要刊登履历 都是要要来这个104 或者一这种人力网站 因为很多现在一些厂商都是 很多厂商都是只接受这种 这种网路的履历 这种网路的这个 这个履历的刊登 所以你变成说 你实际上你看报纸 那个都越 就职缺比较少 就变成都很多厂商 会选择到网路来刊登 因为主要就是 可以接触到的人更多 他可以找到更合适的人才 好 好 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